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凉瓜的苦味烧蛋更适合不喜欢吃苦瓜的朋友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它与山药搭配呢 这个凉瓜洗净 去根 泡开 籽给去了 籽给它去了 就拿手一抠就下去了 对 一抠就下来了 这个凉瓜含有大量的苦瓜素 衣食大家非常知道可以去火 还有一个功效 可能您不知道 当您吃这个凉瓜的时候 它可以刺激您的这个唾液 增加食欲 就是这个苦瓜素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这个山药呢 我们都知道 它能够增加体力 而且能够刺激我们的食欲 最重要的是还可以补气 这两个东西配合在一起 是非常好的 这个切成 也切成 菱形片 菱形片 凉瓜 山药 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这个虾仁 这个虾仁含有大量的心 也是对身体有很好的这种补充作用 健脑强腰 对 没错 山药我们也切好 好 这虾仁呢 大一点 我们从中间呢 给它片一刀 这道菜呢 刚才咱们说了 讲究的是这个爽口 对 我觉得这个山药是没问题的 一定是很爽口的 但是这个虾仁啊 糯糯的 再加上这个凉瓜那么苦 这道菜怎么做出来那么清爽 我觉得肯定得有诀窍吧 你让它做得脆 脆 看到这儿您得问了 把凉瓜和山药做出清脆的口感并不难 可是如何才能让虾仁 也能得到清脆的口感呢 又怎样去除凉瓜的苦味呢 别急 区浩师傅制作这道美食 要用到三脆三去苦秘籍 马上登场 第一步 苦瓜 一呢 吃到嘴里头 很苦 二呢 我们让它保证脆呢 我们先拌点盐 让它出出汗 先给点盐 先给点盐 拌拌它 这是去苦味的一个办法 一去苦味 一会它杀出汤来了 杀出汤挤入去 先去一些苦味 去一些苦味 再一个呢 让它脆 保证它脆 水分去除一些 对 盐盐它 盐盐它 这个虾仁也是 要让它保证脆 就得上香 已经上了味 虾仁记住 不能有水 放盐 增加它有点粘性 粘性 这个盐呢 拌下去以后呢 要轻抓 揉它 感觉 拌粘了 来 来 老爷 搬衣服了 搬衣服 来着这个 你再给它拌匀了 好嘞 将匀了 让它变成湿的 将匀以后 将匀以后呢 要让它脆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呢 一定放在冰箱里 震它 让它这个水分和盐 起了作用了 崩死了 这个时候就更加了 好 咱们从冰箱里 拿出了刚震完的 这个虾仁 一看 单看着 现在就有点 那个脆脆的感觉了 震着了 有弹力了 对 那接下来是不是 一炒就完了 看别的 还有很多步骤 保证这个出品的一致 烧上火 上水 还要用水 用水 你看今天咱们这个方法 天气热了 少油 要水 本来咱花油的 咱不花油了 该水焯 水焯 对 好 开锅了 开始焯 先把这末耳焯下去 因为末耳呢 没什么邪味 是吧 它对这水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我们先下调 这几个全部都要焯 那要先焯虾仁的话 反而就有兴气了 对 你把这锅汤给回了 一会你要把它倒了 再做水 这不就浪费时间 浪费火了吗 好 开锅 倒入 碗中 这时候把凉瓜放下 凉瓜放进去 凉瓜这刚才经过盐浸之后 出来了一批苦味 苦汁 涂水出来了 再经过焯制以后 那么这个苦味又减轻了 烧出来了 出来 您看这绿色的 碧绿 经过焯制以后 碧绿 这时候再把山药 刮下去 这些统一焯熟了以后 待会再炒 对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如果一起炒的话 有一些比如苦瓜熟了 山药没熟 山药熟了 那个没熟 这样的话都焯熟了 待会炒的时候 保证都在一个状态中 对 这叫什么 初步熟处理的作用 叫什么 保证原料的成熟度一致 干药熟 下面 把虾仁 把虾仁放下去 这不怕刚才上的这个姜脱掉吗 不会 你看 一定要注意点 焯这虾仁 一定要开水下锅 开水 如果说凉水下了 这就坏了 就是很容易一起 把那层姜火提炒 炒出来 光红 看粉红 马上 这个焯还要注意火 那么刚刚熟就可以了 如果煮时间过稠了 就不脆了 刺嘴里面了 要想脆 火候非常关键 好 好 把这些结属大酱超烫一下 不但清脆 还能保证它们成熟度一致 可是您别以为 接下来只要把所有的食材炒在一起 这道美食就完成了 这凉瓜的第三次去苦 可还没完成呢 现在来一点点油 爆葱姜 首先要是葱姜爆香锅底 葱姜的味变香了 最后把山药放下去 这都是熟的 都是熟的 一翻就能出锅 放下去 好看 最后把虾仁放下去 用来翻炒 我们给一点点盐 给一点点带糖 因为有苦瓜 我们要做还进一步要去它的苦味 对 给点糖是最好去苦味的办法 去点料酒 最后我们来一点点水 一点点水 水不要多 开大火 最后我们看 要拎一点点芡 拎一点点芡 拎一点点芡之后呢 最后出锅 有点油亮的感觉 香油 好 爆香 来 来收 好 这时候给它翻过均匀 翻过 来一点味精 好 出锅 你就从这颜色上来看 带给你的一种视觉感受 就是凉爽 对 非常轻眼 最关心就是虾仁 因为虾仁很难炒得特别脆 对 虾仁也很脆 经过刚才那几个步骤 又给它穿衣服 又进冰箱震一震 对 虾仁也是很爽口的 您学会了没有 制作这道清火平骨的凉瓜山药炒虾仁 我们先要用盐腌制凉瓜 同时给虾仁上浆之后 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 将所有的原料焯水之后 下锅炒熟 勾芡之后关火加入味精 这道清脆爽口的美食就完成了 怎么样 您学会了吗 您要是也想尝试一下 出门买菜的时候 只需要买回凉瓜和山药 再配上木耳和虾仁 按照趋势和浇宁的方法来制作 这道夏末秋初的清火平骨佳肴 就能端上您家的摊桌了 赶紧来尝试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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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